森巴谷轻快的节奏 带动现场上百人也更在乐声随之摇摆 绝对每个人齐装异服 造型特殊 仿佛在举办嘉年华会 不过仔细看现场摄影器材大阵仗摆出来 其实这里正是微电影的拍摄现场 这次全部的所有动员都是社区的人 包括拍片的导演 摄影师还有我们去录音 都是社区的老师来指导 所有的节目活动都是社区的店家自己提供出来的 所以这次能这样动员起来 我预估刚刚看起来的场面 应该有到400多个人到500个人来参与 我们都很感谢 东海艺术街成名已久超过10年以上 不过这几年因为其他商圈陆续开发 将消费者明显分散 艺术街的人气也开始逐渐走下坡 为此当地店家和民众决定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举办围定创作征选 希望借由普通剧组发挥巧思 将艺术界的美好让更多人知道 那时候的热闹 现在比较不像那么那么好 但是这些他们的老板 每个人都有那个心 还继续守在自快 所以我们政府 我们不管哪个单位 有这个机会 就尽力地 去帮我们这个艺术商圈 做个行销 我们觉得是给他感觉到 其实理想国非常的美 不只是街道美 还有人也很更美 然后这边的人都是乐意 都是很多的人才 包括摄影啊 创作啊 什么制作 包括表演啊 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乐团什么都有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都是 是给期待的 大家来参与的 活动争选期间 陆续有许多参赛者 前往进行拍片 虽然最终作品还没有选出来 但社区民众热情参与的程度 已经让人见证艺术街的向心力 记者红加红他就成了